有給麥克風這樣向 まだ沒有猜 你在為女歌手 及還有歌曲獎 今天來到頒獎儵的記招 我就有入圍女歌手 及另類歌曲獎 他們的分手方法 另類歌曲可能是 Drive風,題材比較特別 因為那首歌是關於我對李孝理的一些愛慕 所以就被歸類為寧類歌曲 我也覺得挺開心的 我覺得這次以音樂的類別去分獎項 其實挺新穎的 對於行內人 音樂人來說 這些類別就不陌生 但對於樂迷來說 可能就是透過這樣會學會更多不同音樂的類別 有什麼特色 我覺得是挺好的 有它的優點 我覺得獎項是其中一件大家關心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作為歌手 頒獎禮好不好看 又或者是否跟樂迷一齊進步 或者了解音樂更多 這也是一個好處 我覺得每個頒獎禮的獎項數目都不同 所以我又沒有去介意獎項多還是少 但我覺得如果頒獎禮精彩 有些不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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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這個不太行 你幫我拿著拿著不太行 我想問你這首歌是哪個另類 你本身是覺得它是甚麼錄影 如果我自己這首歌是屬於流行曲的一種 它不算是很另類的 不過由於題材另類 就去了另類項目那裏 聽不到,我再說一次好嗎? 其實我自己這首歌叫《我的玻璃海尼亞》 名字也挺另類的 但如果以音樂曲式來說 它也是屬於流行曲式 就不是說有甚麼那麼另類的 但是去了另類的類別 我都覺得是挺有趣的 但我想那些小弟去了另類的 沒有啊,我又沒有這麼想 但在歌曲的類別來講 都已經挺特別的 挺搶鏡的 那你可能下年作了這麼多的類別 一起入圍嗎? 不是,我們的歌手剛才說笑 就發現 R&B是最少人入圍的 就是最少歌曲競爭的 那麼我們大家都說 下年一起要買重在R&B那裏 那由於我聽到大家這麼說 我決定下年就不做R&B了 因為 似乎下年就會有很多R&B了 所以原來現在 這個分法都挺有趣 會令歌手多了一些互相競猜的遊戲 遙滾都可以,遙滾都只有六手 遙滾都可以,R&B了 聽大家說 原來遙滾暫時都是比較冷門的 我自己都挺喜歡遙滾 看我的樣子都知道了 所以我下年可能都會做些遙滾的歌曲 我跟張繼聰那個《逆室好聲音》的節目 其實是真的很無謂 是我無緣無故在洗澡 他就叫我出來唱一首歌 所以 那次我們那個合唱就見不到我的樣子 因為我的頭是尾乾的 所以 他說可以跟我合作 寫一首歌給我 他又真的後來寫了 那首歌我都很滿意 但是 會不會合唱呢? 我們就再看看吧 再看看大家 做出來 填了詞之後的方向是怎樣 我喊到聲音都閃了 我自己也喊到聲音都閃了 我自己也喊到聲音都閃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